你们的专题的题目的话 其实还蛮好的 就像我们刚刚那些什么历史资料 比如说我以大乐透为例 你可以Google一下大乐透历史 或大乐透历史资料 这边都找得到 我之前刚刚有教到 那个也是类似的爬虫 不过我之前的爬虫是用VBA爬的 那用VBA爬跟用Python爬有什么差别 反正都可以爬就好了 反正都爬下来就OK了 你说真的你管他用哪个工具 人家最后是看结果 又不是看你用哪一个 如果一般人不太会 就老板了 你刚才讲报表结果就好了 他还管你怎么做的 所以第一步 假设我们要找的话 我这边是用到所谓的 Google到一个乐透云 所以如果你要找这边一个乐透云 点击开来你会发现 这个网站除了说 它有大乐透之外 其实威力彩 什么金彩539 一堆的这边好像都有 甚至连那个香港的六盒彩也都有 那他提供的资料真的还蛮完整的 我刚刚我之前看了一下 大乐透这部分 他从那个最新的 有没有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全部通通有 然后一直到最旧的 最旧的话 当然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他最旧的是第60页 有没有 到2004年的1月5号 礼拜一都有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从2004年的1月5号是第一期 一直到今天为止 那他开奖应该就礼拜一礼拜四吧 我其实不知道 不过我看这个规则应该知道 礼拜一也就是一周开两次吧 是不是 一周开两次 下一页的话 第59页 应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 礼拜一到礼拜四 所以大乐透的话 昨天开奖 然后礼拜四又开奖 就这样子 所以一个礼拜 你可以买两次 可以有两次的希望 就买 50块 50块可以买一个希望 每一次的话 或许 一直想说我这一次一定中了 我明天就可以 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是不是 那 这第一个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他总共这个网站 他提供了60页 那如果你今天要60页全部抓下来的话 怎么办 对 那你势必就怎么样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以前的话就什么 选取 复制贴上 选取 复制贴上 你要做60次 那贴上之后的话 你还要再去变更 还要再去排版 然后把它变成 类似像Excel一样的这样的表格形态 可是如果说今天 我们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做 那我该怎么做 这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 有几个规则 如果今天我要是58页的话 其实除了点击这个地方的超连连之外 各位其实可以再看一个地方 这个有没有 58 你可以往上看一下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叫UIL UIL其实中文的意思 其实就是所谓的网址 有没有 那它英文名称好像是什么 Universal Resource Location 也就是说 反正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讯息 其实可以连接到某一个server的某一个网页资料 那后面的话其实会带一些参数 各位我们要特别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的网址在这里 然后后面有一支程式 理论上如果是静态的是.htm 但是它不是.htm 所以它是一支程式 这个程式的名称叫什么 叫什么 List 什么 Loto Big 大乐透 有没有 然后副长名是.asp 有没有 所以特别之外 它是用ASP的程式写 那这个ASP的程式 背后就VB OK 也就是VB的程式写出来的 那这个ASP的程式 你知道距今已经存在超过30年了 还有人在用 那其实最早我写动态网页就用这个写 所以我现在还可以有这个能力 写这种东西 不过目前已经比较少 少人在用 那后面你会发现这边一个问号 有没有 这个问号代表什么呢 就是执行参数 什么样参数 你会发现它有个参数叫index page 就是它的参数名称 传一个值 对吧 59 59是什么 59页嘛 index page 对吧 那如果我希望跳到58页的话呢 那我可以改什么 把它改成58不就好了 我们试一下也就会看一下 对吧 这边不是改什么 改58 那会不会跳到58呢 然后后面old by等于new就是由新到旧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old 也不是由旧到新 你可以试试看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现在就是58页了 那如果你要跳到第一页呢 看一下第一页 第一页是应该今天开始 昨天啊 昨天啊 昨天是不是 为什么礼拜五开奖 是后来又改 改礼拜二跟礼拜五开 很有可能哦 OK 8月7号开奖 这个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 你们要抓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那你就直接什么 把这个网址上面的这个讯息改掉比较好 那跟各位讲哦 这种 这种网址的传参数方法 就是刚刚同学问的 这种方法叫get get是什么 上面的参数你都看得到 而且参数名称你也看得到 有没有 这种方法叫get 那get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你都看得到嘛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改 没有问题 那如果将来遇到一种状况哦 就是后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是他也可以walk 比如按下一页 他就有下一页 但是上面并没有传任何的参数 的话 那种方式就叫什么 对 就是post 应该可以知道这意思了吧 那也就是说 他是把参数 名称跟传的参数词 躲在一个什么呢 网页背后的话 那就是用post 但是他躲起来 你可不可以找得到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的话 那即便你看不到 但是也可以 透过背后啦 不过那个可能 就要再了解 背后开发人员的那个模式 去把他的那个参数 名称跟参数值抓出来 再传给python 他就可以帮你抓出来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其实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反正就是一关一关过 那以后的话 你看得到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抓出来 那如果这些东西可以抓出来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你会发现像agoda 像booking.com 他们实际上就刚开始就做什么 就把人家饭店的网站资料 全部的价格爬过来嘛 对不对 然后慢慢慢慢他壮大之后 再跟人家谈 我跟你中切 我透过我 然后我可以抽多少钱 对 然后我跟你 他有点像是也是旅行社的概念 这些是虚拟的 我跟你谈嘛 我从我这边来的数量很多 如果超过多少 我跟你抽多少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饭店也很欢迎啊 可能刚开始他们不欢迎 会觉得说中间会多一个 多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费用嘛 但后来发现 我交给你也不错啊 我就不用自己下去招揽客人了 要不过你其实也可以招到更多人 也不错 大家是双赢的这种状态 有没有 那还有啦 很多这种服务都是这样 他其实都是虚的 他只是在网路上 帮人家爬资料 爬过来之后呢 他资料够大的时候 他就可以收钱了 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人做的 饭店有人做了 对不对 仲介资料有没有人做的 其实也有啦 只是说现在还是各自 像591有 但591他其实也没有做那么大 有没有比他更大 因为其实这种仲介网不只一个 那你是不是可以 把他们的所有东西都爬过来之后 然后把这些全部都统一起来了 以后的话你们不用去591 也不用去对屋 也不用什么什么 通通不用 你就来我这个网站就好了 那以后的话 如果从我这边成交的话 我再从仲介费里面再抽仲介费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 因为有service嘛 service是其实有价值的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思考一下 甚至像现在坐那个建车也是一样 除了说有Uber 有没有 有计程车 其实呢 其实对一般客人有方便 像我那天坐建车 我从那个阴哥车火车站 坐到阴哥老街 那我上面看到的价钱是75块 可是因为我透过APP 我最后也没有付钱 我其实只是说用信用卡直接扣 我看为什么我扣的金额居然是45块 他优惠我也给我30块 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给我这种优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细看 然后信用卡又给我回馈 回馈又回馈5% 又帮我打95折 我想说这建车怎么赚 我们四个人 这样比坐公司还便宜 又很舒服 不知道什么道理 很方便 我没上车 我什么事都没做 或是叫车而已 OK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应该是所谓的双赢的局面 OK 他只是说你要怎么在中间得力 OK 这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带来个方便 但是这个方便是对哪些有方便 会使用这方面的人是有方便的 像对我们 我是觉得蛮好的 我们又得到便宜的服务 然后又方便 然后带 因为主要是带长辈 帮我们其中走路的 带长辈去 他们也觉得 长辈觉得好开心 每次像小孩子一样 都很期待说 我说爸妈我走 带你们去住高级饭店 他们一去就觉得心情很开心 然后带你们去哪里走走 订票好了 订票我这一次也教他们怎么用QR Code 老人家不会 我说教你 非常简单 输入那个号码之后 他们也会用那个QR Code 直接就少 他们年纪很大 也让他们逼一下 刚开始还会害怕一下 可是他们逼之后 感觉他们突然间变现代人了 感觉他们有活在那个当下的感觉 他们其实也蛮愉快 虽然不能出国 但是感觉好像有点伪出国的感觉 对 类似这种感觉 其实也是一种蛮好的体验 然后去到那边也是一样 就到一家餐厅 本来是要进去的 我说我马上说 先等一下 看一下Google的评语 2.7颗星 马上止付了 再往前 一定要4颗基隐 果然到4颗基隐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OK 大概是这样 那这边的话 我希望如果 我可以怎么样 快速的爬下来的话 如果用VBA怎么做 各位没有看到 历年来的资料 Ctrl向下 全部都爬下 还有1774-1737 全部的资料都下 那到底怎么办到的 其实如果通过VBA的话 我这边程式已经写好了 其实就跑个回圈 其实如果写Python是for i in range 不过在VBA是for i等于1到60个page 然后里面的话就下载网页 最后的话就是把它一些格式把它去掉 所以我这边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它一直跑 一直跑 但要跑一下 为什么 因为必须一页一页爬下来 一页一页的怎么样 再去把一些格式给去掉 包含就是爬下来的东西 它会多出一些不需要的列 比如这一列跟这一列 要把这一列跟这一列的资料把它去掉 然后再把它切割 因为它抓下来的东西 如果将来要做资料的分析的话 必须要把它做剖开来 有没有 逗点 实际上在Python里面是用Sprits 可是在VBA里面也是用Sprits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全部都做完了 日期2020的8月7号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到最下面Ctrl向下 这边也做到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两个方法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反正就抓下来就对了 在VBA有个好处 VBA里面 直接就是已经存到Excel 也就是直接把Excel 当成资料库来用 但是Python因为本身没有Excel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把这些资料存起来的话 恐怕你需要什么 用SQLite 做法其实各位可以试试看 我主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主要是利用那个什么 利用那个在Excel里面有个功能 从Web 从Web特别注意 从Web这个功能 其实就是抓Web指的是网站 网站里面的网页 所以你必须告诉他说我要哪个网页 然后你先把第一页的网址先点选 上面有个网址 第一页为什么上面没有index 不过点下去 上面有了 反正就index这个参数要留下来 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从Web这里 然后倒一下 实际上这边会错误啦 因为它JavaScript的错误 从Web这一个 这个画面的实际上 有点像是把IE浏览器的 IE浏览器当成一个物件 迁入进来的 所以如果IE有问题的话 那这边也会发生问题 那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表格 那背后其实就是一个HTML的标签 就是一个什么 小于table大于 那你把它贿入 贿入到哪里 贿入到A1 他就帮你下载下额 但是目前只能下载一页 但如果你要下载第二页怎么办 第三页怎么办 所以这边我的做法 如果你在VBA的话 你可以先把刚刚那个动作 录制成一个具体 然后外面呢 再包一个回圈 也就是把那个网址的地方 变成一个变数 先丢1码 再丢2 再丢3 一直往下丢 然后呢 每一次抓到的东西 就一直往下放 往下放 一直往下放就对了 这样的话呢 就全部抓下来 抓完之后的话 但是还可能要做几件 可能要把这个给删掉 这个给删掉 但是删掉的话 还有个问题哦 这边哦 日期 它应该是要把这三个应该 它有点像那个什么 合并储存格 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要把什么 2020 串一个什么呢 四月 这不用删 应该把这个放到这里来就好了 所以我的做法应该是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把这两列删掉 然后再把它资料剖析 把这个六个号码剖开来 然后备注栏也许删掉吧 留下这些资料 大功告成 值是怎么做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啊 我刚刚有把 我之前做的 放到我们云端白板给各位参考 所以你也许可以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有一个 我把它放这边 0606这里 0606这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除了说 各位可以除了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VBA来完成之外 也可以试着用什么 用Python试做看看 反正不管 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把这60页抓下来 并且存起来 那至于存什么呢 你可以丢到资料库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把它存成一个CSV档 对不对 也可以啊 你CSV档存好 你将来要再丢个Excel去做处理 也是OK的 只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哦 可以快速的把这一些号码抓到 第一件事情 那抓到之后的话 可能还要需要再做一些事情 要告诉我 要告诉我这么多号码里面 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大 有没有 然后呢是礼拜起出现最多 礼拜起跟哪个号码最有缘分 对不对 等等啦 给大家做一个统计分析资料 然后最后算出 这一期可能是哪几号礼拜起出现哪些号码 帮我 最好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所谓的报名牌 的一个程式 那这个报名牌不是随便乱报哦 是可能你需要有一个演算法 你给它一个公式 套用之后 所得到的最大可能的号码 OK 这可不可以写 可以哦 没有问题哦 而且可不可以卖钱呢 会不会有人买呢 会 真的会 所以 相信统计的会觉得说 他这些不常出现的数字 终究会出现 所以这背后是有商机的哦 OK 所以 这也许啦 我是觉得有时候不 当然我们刚开始不一定说左眼 是我能够赚多少钱 对 但是我觉得自己能够做出来的话 其实也背后也是一种满满有趣味性的啦 也蛮有成就感的 所以可以试试看哦 那当然了工具啊 我上面现在放的是用VBA做的 那你也许可以思考看 如果把它改写成用python来做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一定可以啦 其实道理也差不多 也是用什么 用传参数 用get的方式做 那get你就把它串到后面去就好了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哦